为期十一天的泰国曼谷国际书展精彩落幕 今年台湾是唯一主题国 展出期间不仅让泰国读者 饱览丰富的台湾出版品 更能欣赏宝岛艺文及民俗表演 驻泰代表同战员指出 虽然实体书展落幕 但双方文化激荡将持续下去 所以未来我们会持续在线上 让泰国的朋友以及台湾的侨胞 都能看到台湾的出版台湾的文学 所以我们会透过我们的台湾粉丝页 那持续把各种相关的文学出版的消息 让泰国的朋友能看得到 泰国出版商指出 台湾的展览方式是泰国前所未有的 因此获得广大回响 台湾书商收获满满 版权相授业绩明显增加 这次代进来的所有东西 都是让泰国读者耳目一新 无论是文化方面的还是影视方面的 甚至一些音乐 这种把书内容化 然后把内容转入更多的栽体 这种方式就已经在书展 就是一般看不到的 泰国这边还是需要 很需要像台湾这方面多多学习 今年书展由台湾设计师 肖青阳担任策展人 藉由宝岛特有文化 例如布袋细友传统建筑等等 向泰国民众传达台湾的文化底蕴 展现宝岛软实力 老师博老师一定要分享这件事